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股在今天大跌了439点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广达 领跌 有分析师认为其实不用太担忧 扣掉这四档修正 整体大盘跌幅不算大 至于是否要在台积电股价 标上1000元之前上车呢 有分析师认为 短期难赚钱 但是可以留下回档时加码 长期持有 台股连日标涨后 24后下跌回档 以23124点嗨出 开低走低 先是失守23000点关卡 尾盘也无力拉回 以22813点作收 重挫439点 是今年第三大跌点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跟广达四大全职股 今天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所以就整体的股市来看 这四档不看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 体感跌幅这么严重 不少民众认为 台积电股价上汉千元 根据急保中心统计 上周台积电的股东 新增约3.6万人 引起网络话题 有网友呼吁快跑咯 但也有网友深信 一定会破签 我现在开始 如果台积电股价 有回档修正 我反而认为是一个 相当好的进场时机 后续特别关注一下 7月的这个法说会 而台湾证交所 也把握当前契机 提出壮大台股 整体市场的策略 像是精进永续揭露资讯 并组新创国家队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以及长期朝法规 要求全体上市公司 每年办理两次法说会 目前台股市值 超过两兆美元 全球排名第14名 要力拼全球市值前十大 时间表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的路径图 我们有 台湾的整个产业的发展 已经有国际的水准 需要以大代小 推动台股 迈向国际缔造先例全杯 这杨宗燕 叶林凡 台北报道